就是刚才我们看完了2010 包括S5PV210 这两款开发版的前三个步骤 当然这前三个步骤中 我们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找到了复位向量是什么东西过后 那做什么用的 因为根据刚才说的 我们找到了0地址 找到了90地址 或者是90地址 那如果说对应的是片内的资源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看片内 它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还是稍微记录一下 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了 S5PV210 它的0S0地址 我们发现它对应的实际上是一片iROM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CPU一上电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寻找ROM的资源 但是ROM有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ROM我们称之为叫子独存储器 就是说它只能写一次 写完之后再想改就改不了 那顾名思义 也就是我们程序员设计程序过后 对这片ROM就还有可能更改吗 就不可能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S5PV21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研究它的启动部分的话 这个时候问题就放在那 那这片ROM做了什么事情 那这片ROM 既然我们程序员改不了 那谁来改 比如说谁做的 它的第一次 把它第一次程序写进去 那很显然 因为是ROM 既然是芯片公司生产出来的 所以肯定是什么 对 三星公司肯定会把它一部分的code 固化到这片ROM中 那对于我们作为开发者来说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思路就不再 就思路 从这个地方就要跳到哪呢 就立刻带来看 你就立刻找什么呢 再就说 你既然都知道了 这片是一个ROM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什么呢 好 这个地方啊 它这个图画得有点多啊 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图稍微展开一下 合起来一下 那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你找到MNMAP过后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就是你的零地址啊 对应的是一片ROM 而ROM呢 很显然程序员是没办法处理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找什么呢 芯片公司肯定会给我们提供一套什么呢 就是启动啊 启动代码 因为ROM是它固化的啊 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 芯片手册中的这一章啊 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个启动流程 而这个启动流程中呢 那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可能前面大家已经那个分析过了啊 就是这样一个框图 实际上就是三星公司已经做好的 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发Portloader 做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时候字路就变成了 我读懂这边Code过后 去找找什么 这个Code 它一定会想办法去什么的 降到一个一个新的啊 地址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三星公司 它肯定做了一些数字化工作 那么这段数字化工作 它可能最终目的 它肯定不是会把所有的功能都做完啊 肯定要把主动权最后提交给我们啊 所以那就肯定在代码的最后 一定会想办法跳到一个新的地址 而这个新的地址 是不是就是我们程序员写Portloader 或者写第一行代码应该放的地方呢 啊 所以这次我们针对S5PV210 这样一款芯片中的它的一个思路啊 而我们S5 3C210的话 啊 那么S3C210呢 我们会发现还是一样 你先 因为它是你看还是把这个事物再再提一下 就说因为它是CPU 它的CPU是什么 是ARM的CPU 因为ARM的CPU 所以说我们知道ARM的中段 呃项量异常表中的负位异常是0S0地址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找什么呢 找2010 0S0地址中 它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我们发现啊 2010 好 大家看啊 2010呢 就是就会发现啊 它的0地址对应的是一片SROM 啊 所以这让我们记得 就是说你发现 它对应的是一片什么 SROM 而这片SROM 后面我们会讲啊 就一会儿我们会讲 就是怎么去找SROM的这个外面是哪一个资源啊 当然我们S5PV210呢 呃 不太一样啊 但是思路是相同的啊 就是说我们这儿先写上吧 先写上 就是半个0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片外资源其实分很多块的啊 那么只是说0呢 对2010来看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 第0块 第1块 第2块 第3块啊 你看实际上是第0块 对吧 哎 好了 那第0块干什么呢 找到过后 你这个时候其实就要马上去干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去看什么呢 看就是这半个0上啊 挂的是什么样的什么 芯片啊 这种效果都是一样啊 这种效果一样 思路就是说呃 寻找问题的思路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 就是呃 由于这个芯片厂商的不断的升级换代啊 可能现在呢 呃 可能一般情况下啊 就是现在比较新的CPU 可能都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就是芯片公司啊 帮我们做一段空 做一段措施化啊 然后再做你的自己的事情啊 像原来ARM9系列的CPU呢 应该是就是说呃 就相当于所有事情全部成全来做啊 因为CPU一旦复位0地址过后 那么0地址对应的所有信息 全部是芯片呃 全部是软件工程师啊 自己处理的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现象啊 好那一会儿我们在那个 再回过啊 就是关于这个流程啊 这个流程呢 我们会在那个put out 这个部分啊 还要进行一个详细介绍啊 好呃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啊 那这个偏外资源怎么去找 我们稍微先等一等啊 先暂时放眼 就是现在假设说 我们找到了一定的资源啊 找到资源干什么啊 找到资源在下一步 又该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先把这个流程说完啊 就是你找到了内存呢 其实找到资源 这第一个第一个大阶段 应该是够了啊 然后后面就开始什么了 因为你都知道 该是怎么把你的程序放到哪了 所以是不是咱们开始设计程序了 对不对 那这个设计程序主要先设计的什么程序 实际上就是boot程序啊 boot程序 那么这个boot程序呢 呃 涉及到的 我这个地方啊 先直总结 boot程序中设计到外围资源啊 那么刚才说了 第一个我找把 那个复位地址找到过后 那么第二件 那个下面件事情 我说什么呢 就是要怎么 马上开始设置 时钟啊 那么就是找到这些资源过后 看就找到资源过后设置时钟 那么就是你看什么 芯片手册 就是说你看流程啊 先看的是overview中的那个 这个block对吧 哎 block 然后看到block过后去找memory map 找了memory map过后呢 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啊 然后完了过后 那后面这些章机又看哪一个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就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钟啊 这个clock啊 那就是为什么说要时钟很重要啊 那么我们提一下 你大家知道 所谓的CPU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的 一和零的一个 或者称为一个脉充电路啊 就说CPU呢 通过一定的脉充啊 就是一个高低电瓶 高低电瓶 这样一个脉充啊 来工作的啊 那么很显然啊 你的这个脉充快一点啊 这个脉充啊 慢一点 是不是给我们的 执行效果都不同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是我们其 其二呢 我们也发现啊 就像我们的开发板啊 你看 开发板外面不是要放了很多芯片吗 对不对 那这些芯片呢 它的工作需不需要适中呢 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啊 比如说我们网卡啊 直观上来看 网卡肯定是要涉及到什么 你要收发数据 对不对 那你收发数据 是不是这时候就涉及到 哎 我按什么样的频率来收发 对不对 好了 那你看这个频率我怎么给呢 啊 这个频率怎么给呢 那很显然啊 这个频率是不是应该由我们的 要不然是CPU给的啊 要不然是什么呢 就是要不然是我们的PMI啊 自己扩充一些啊 一些所谓的时钟源啊 来控制它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的时钟到底工作在多大 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呃 后面就是对于整个硬件的接口开发都有 都有关系呢 啊 都有关系呢 啊 比如说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 刚才是网卡可能不太说明问题啊 那我们说内存啊 因为大家知道你计算机工作过后啊 开机过后 你内存一定要工作正常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代码啊 在内存中运行啊 那内存需不需要时序呢 那很显然啊 内存是需要时序的啊 就是内存需要一个周期性的啊 一个什么脉冲给它啊 呃 我们先不说呃 RAM的一个完全工作原理啊 我们先简单提 就是说呃 大家知道RAM的特性呢 是掉电啊 他就没数据了 所以你要想让他上电的时候有数据呢 是不是至少我们可能有一个思想 什么这样 就是说你说要周期性的给他一个充电的脉冲 对不对 然后让他这个地方怎么 哎 不断的有电 然后呢 可以保持这个数据的一个什么 不丢失啊 好了 那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周期性的充电 你觉得是该多少 就是多久给他充一次电合适呢 是不是 那这个多久是不是跟我们CPU内部的时钟频率也有关系呢 对不对 哎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涉及到 如果后面我们要对这些接口进行开发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整个CPU内部的时钟 那么是不是也就没有办法再计算 我该告诉控制器你通过几分屏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发出一个什么样的埋充 对不对 哎 所以说呢 我们说在写普特拉德尔的这个流程中啊 我们第四步看到了memory map过后呢 第四步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个时钟的问题啊 时钟的问题 那么时钟问题呢 我们到后面把代码啊 就工程呃 创好创建好过后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这个时钟 从代码角度来讲 怎么去分析它啊 呃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时钟的最终目的呢 就是提高什么 我们系统的工作频率啊 提供 好 那么这个时钟这张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时钟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在我们第二章节System中啊 有一个 这个clock controller啊 那么这个clock controller呢 呃 主要介绍的实际上就是一些那个CPU内部的一些工作啊 工作机制 呃 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 稍微稍微看一下就行了啊 然后一会我们单独要讲啊 单独要讲 呃 这个是 那大家可以看 你看这实际上都是一些啊 参考的时钟啊 时钟值 比如说我们CPU啊 你可以把它操评到什么一个G啊 等等这些信息就是参考啊 那你怎么操评 对不对 哎 然后是不是我们CPU一上电就可以就就就在一个G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可能需要通过软件去配置它啊 那自然而然CPU的频率一变 那其他频率是不是也就更能变了啊 其他频率变的话 那你整个程序的代码是不是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啊 所以如果所以说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后面开始设计具体接口之前 你始终必须要先进啊 必须要先把始终确定好 然后呢 我们再能说后面我们的接口工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啊 我们先把这个流程说完啊 这个啊 好 那时钟设置完过后呢 才是最后开始进入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开始做我们的代码开发啊 就是当然就是你先了解一下啊 然后就开始进入真正的什么的啊 接口开发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接口开发 当然是你先开发的是不可阶段的代码啊 然后才是相关的什么 哎 外卫接口啊 外卫接口 这是我们说的几个问题啊 几个问题 就是这是一个基本流程 就是说你拿到一款开发版过后啊 我们的基本步骤啊 12345啊 那么当然这些接口开发呢 就是你看你以后就看你开发什么样的接口 干那个你的思路就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好 那接着回到我们这来啊 那么下面就把它稍微讲细一点了啊 就是呃 第三步子中啊 我们内存资源这块呢 其实还有一些信息啊 还有一些信息 刚才我说了一个片内资源 一个片外资源啊 那么这个片内资源和片外资源怎么去 呃 那么我先来分析片外资源啊 因为片外资源呢 呃 也相对来比较麻烦一点啊 还是我们先看这个上回讲的图啊 还是拿这两个芯片来举例啊 还是拿这两个芯片来举例 那么假如你看啊 这两个芯片呢 都知道挂接到一个数据 呃 地址种线上啊 或者数据种线都可以都要挂的啊 那么CPU发出一个代码 最后要想访问他啊 那你想想我们该写什么样的代码啊 或者两 你或者这样来理解啊 这不是两片内存吗 假设说是两片不同的内存啊 内存 那现在呢 我们程序员写程序啊 根据原来所讲的啊 就是你要写程序嘛 我们肯定就写的是类似像什么 INC A等于什么100 类似于像这样的程序 肯定是写得出来 对不对 那写的时候实际上CPU怎么执行呢 啊 根据大家学汇编的概念 概念呢 我们可能都知道啊 首先来说呢 编辑是不是要先确定什么 A的地址啊 你发出A的地址过后 那怎么呢 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把什么 以A的 以A为地址 把这里的内容啊 怎么的 是不是啊 这些书写方 LDR对吧 哎 加载过来啊 放到什么R0中啊 然后呢 当然这个我写的很复杂啊 就不是肯定不是这么 这个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举个思路啊 就是说 然后呢 把什么 然后是不是做一些 做一些处理啊 你这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常量啊 做一个处理 把什么R0啊 跟什么什么进行处理一下啊 然后把R0更新一下啊 然后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想办法把什么 这个R0啊 再回写回什么 这个 以A为首地址的一个空间中 对不对 哎 所以你看啊 那么实际上也说写了C元 最终目的是不是 实际上就是对地址的一个访问 也说 你要想访问一个资源 那实际上是先找到这个资源的地址 然后呢 对这个资源里的信息呢 进行一个复值就可以了 对不对 哎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现在我写了这样一段代码啊 而内存啊 而内存呢 有两片啊 那也说我发出这根 发出这个地址的时候 也说A的地址的时候 那这根总线可能都收到 收到过后 他知道 他也知道 那到底是 哎 肯定只能存在一个地方啊 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 对不对 哎 好 所以说对于片外资源呢 我们再看看Soc中的这个memory map 以上啊 你再看一下 那大家再来看啊 这个memory map中这张表是分的比较细了啊 大家看 也就是说啊 我们会发现在片外中啊 我原来已经讲过啊 你主要是看D和S啊 这几块啊 其中呢 我们就现在就来分细一点啊 就是说D和S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区别呢 如果要讲的话 非常多了啊 这可能这也不是我们重点啊 我们就提几个那个 大家就是感性能认识到一行啊 这个D指的动态 S指的是静态 这个动和静怎么怎么分啊 这个动态指的是 就像呢 我们刚才说的内存是什么 动态充电的 就是说他需要一个什么呢 动态的啊 一个处理器啊 或者动态的一个控制器 才能让这个芯片工作啊 而静态的呢 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上电啊 不需要周期性的抖 不需要周期性的脉冲啊 他只要上电 这个芯片就能工作啊 是这样一个特性 那么这个特性的问题就来了啊 还画一个图啊 就是你看还是一样 我们说假设说这样的 这样的芯片啊 这个芯片 是就是说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片动态芯片 而这个这样的芯片啊 这样的芯片呢 是我们的静态芯片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CPU CPU在这儿啊 还是一样 那这个来举例啊 CPU在这儿 那CPU中啊 我是我控制静态的和控制动态的 因为刚才说到方式都不同啊 是不是可能认为我们CPU里头就应该有一个叫什么 专门有个叫D-RAM的控制器 然后一片叫做S-RAM的控制器呢 就是说因为你外围芯片的工作机制都不同 所以说片内是不是应该提供两套不同的机制去分别访问不同的东西呢 是不是 所以说对于片外的整个资源来说呢 实际上再细分 你又可以把它分为静静态空间空间区和动态空间区啊 那么静态空间区和动态空间工作区间呢 首先来说呢 不能重复啊 不能重复 因为一旦重复的话 那么就是我我找的他和找的他不都是一样吗 对不对 哎 那所以说呢 你这个时候就要先看啊 我们动态区有多少个 静态区有多少个啊 这是当然这是其一啊 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 你再看啊 再看这啊 就是说你会发现动态区静态区啊 它肯定分了很多很多的什么 很多块 它是半个零半个一半个二半个三半个四半个五半个六 对不对 哎 那么这些这些啊 这些半个它的区分是什么区分呢 也就是说大家来看啊 你看每一个半个最多只能发出多少个地址 128兆的地址啊 而128兆是多大呢 啊 128兆是多大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 怎么算 顺便说一下啊 就128兆啊 128兆呢 你首先说128嘛 刚才大家应该如果很熟的话 应该知道2的什么 七次方 对不对 2的七次方 128兆啊 然后呢 兆呢 就自然而然是什么 20啊 所以说27根线啊 就可以处理 是吧 呃 就用20 呃 27根线啊 27根线 就能处理我们的什么呢 呃 这个128兆的这个 这样一个区间啊 比如说本身来说 我们根据原来讲的 就是你的这个芯片外部 按理说假 好像是32根线才能那个挂接所有芯片 对不对 但实际上由于现在每个bank啊 每个bank 大家看 每个bank只有128兆啊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芯片最多最多什么 也就是你这根地址线 因为它最多只有128根线啊 128根线 那个27根线啊 所以说你找的薰值128兆啊 所以这个芯片如果说是两个G的芯片 那很显然你是挂接不上去的 对不对 哎 那么紧接的啊 那你问题也还没完啊 你看你这128 这128兆 那么这128兆和那个这128兆 我有靠什么来区分呢 啊 就每一个块靠什么来区分呢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这个手册中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啊 呃 首先来说呢 你今天看看看 咱们要两个ROM啊 两个ROM空间啊 那我们看在我们的Memory这张啊 大家看啊 Memory这张 Memory这张呢 我们还是把它收起来啊 那大家看啊 这个Memory一张 总共分了这么几个章节 再介绍 一个是DROM控制器 一片是SROM控制器啊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是不是 哎 这说明我们刚才分析的是对的 对吧 就是说每两个 呃 外围有两种类型的芯片啊 那实际上呢 在芯片内部呢 它都会给我们集成相应的一个